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提供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看 113学年度的开学日 副市长邱佩玲 副市长杨秀玉 与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等人 热情地迎接每一位新生 加入长新国小大家庭 正式成为小一新鲜人 开学咯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跟政策宣导大使杨宝珍 与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 特别来到长新国小 迎接小一新鲜人 由于长新国小就位在 七堵火车站旁边 校方发挥创意 为每一位新生装扮成小小列车长 由副市长邱佩玲 带领小朋友们 敲响智慧罗 到达智慧站与聪明站 开学第一天 许多家长更是全程陪伴孩子 来认识校园 副议长杨秀玉也来到长新国小 祝福并提醒小一新生 注意上下学的交通安全 她是上入小学的第一个 另外阶段的第一天开始 想说陪她来的认识一下环境 就是有点紧张 因为他们就是迈入小一 所以也期待她可以 就是成长的一步这样子 期待她可以更独立 更就是长大这样 很多的 有很多一年级的新生 都是我的 算是我们这个 两代交情的一个小朋友 所以我特别来跟他们祝福一下 那今天是 就是开学第一天 那修裕在这边 也就是提醒我们小朋友 在这个就是上学的过程 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还有就是 我们父母亲也不用担心 学校老师都会很注意的 那祝福大家平平安健健康康 那看到小朋友们 我几乎问了每个小朋友 都告诉我不紧张 很开心 可是看到是家长们 非常的担心 我觉得家长们担心的 不是学校好坏 而是担心他的小朋友 在学校可不可以适应 但是我知道我校长非常用心 我相信长新国小 在这边念书 家长们将来会很安心 也很开心 我相信在他们接下来上课 可能会有点既兴奋 然后又期待 都有点小紧张 但我相信在校长 然后跟我们众多优秀的老师们 带领之下 一定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在暑假期间 其实就已经有办理相关的活动 让小艺的新生 到学校来适应环境 而且呢 透过游戏当中的学习 让他们能够 对于这个长新国小的 这个生态跟文化历史的一个 学习的地方 能够非常熟悉 然后顺利的衔接 我们的开学的生活 那我们也期待 孩子们在学校里 收获非常丰富 欢迎小艺新生入学 副市长邱佩玲 特别送给每位新生会图本 期许小朋友用图画 记录学习历程 同时也将给新生家长的一封信 赠给家长会长刘志和 让家长们了解 市府所推动的重要教育政策 为基隆打造优质的教育环境 伤心国小战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另外 成功国小以 Doraemon为主题 迎接小艺新生入学 基隆市议长 童子伟也开心 与小艺新生问候 欢迎这群 小小新鲜人 进入成功国小就读 著名卡通漫画中 Doraemon的竞香小姐 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一起陪同51位 成功国小一年级新生和家长们 欣赏音乐班学长姐的演奏 用音乐 迎接这群小小学弟妹 和陪同的家长们 降低新生小朋友 对陌生学校环境的恐惧感 一起快乐 迈入求学过程中 另外一个重要阶段 议长童子伟也特地 制证绘本和跳绳 欢迎这群小小新鲜人 进入成功国小就读 8月30号开学日 仁爱区成功国小校长陈怡君 带领老师们特地着装 打扮成著名的漫画卡通 Doraemon中的人物 校长陈怡君 更扮演品学兼优的静香 一起迎接小姨新生入学 让小朋友在快乐开心的氛围中 进入国小 不会害怕也让家长放心 Doraemon是一个年代很久远的卡通 它呈现的是一种活泼 聪明多元机智的形象 我们也希望来成功国小读书的小朋友 他在这么优质的环境之下 都能学习到这样多元活泼 然后非常丰富的一个学习 而对于附设幼儿园的小小朋友们 校方也特地安排乖乖墙 让每一位小小朋友都可以自己从乖乖墙上 拿下一包乖乖快乐上学 也让爸爸妈妈们感受到学校的贴心 从市议员时期就开始长期关注成功国小的改造 争取经费建设可以容纳400人的演艺厅 修缮音乐琴房 整建校门口地平 以及铺设彩虹跑道等等 看着小朋友们受教育的校园环境越来越好 议长童子伟也非常欣慰 成功国小的发展跟改变 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也是我们校园核心改造计划 最成功的一个典范 跟社区的充分结合 这个大家一走进来 可以看到我们地平的改造 然后进入幼儿园 也看到开放式的溜滑梯 然后彩虹跑道等等 然后我们这几年也大力的支持 学校相关的各项建设 包括音乐班 音乐教室的改造 那我想在陈怡君校长 以及主任老师的共同带领之下 我们大家一走进来 可以发现成功国小的活泼与朝气 我想在我们特色教学里面 也发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也让大家可以看到成功国小的一些特色 我想这个时候少子化的年代 需要靠学校努力来经营 吸引家长跟小朋友来注意 所以我想成功国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我们也会继续全力来支持 学校的相关建设 至于和静香小姐一起听音乐的感觉如何呢 议长童子伟笑得腼腆又开心 我想去年好像校长是白雪公主 去年 然后今年是这个小叮当里面的静香 学校就是这样 你看我们刚刚一走进来 大家就会充满朝气 我想校长就是一个学校的发展灵魂 然后那学校活泼 然后可爱 也是校长的一种代表 我想希望这个小朋友在这边就读 都可以平安健康 然后很开心的学习 在校长陈怡君扮演静香小姐 陪同夏议长统子伟 更是开心的和幼儿园小朋友们一起合照 小朋友也非常有礼貌的感谢 议长叔叔的关心和爱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五人国小周边的社区林立 因此新增设了红绿灯号制 议员吴华佳 以及校长杨志清 开学日在校门口 欢迎学生第一天上课 也关心红绿灯号制的运作情形 开学日 五人国小七点开始 学生陆续来到校门口 第一天上学 却发现校门口有些不一样 原来新设的红绿灯号制正式启用 学校警卫一早就站在路口指挥交通 虽然有号制灯管控 但驾驶人似乎还不太习惯 一般来讲我们导火老师在执行的时候 小朋友都会依照导火老师的规定 然后安全的平安的经过斑马线 到达学校 那家长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能要持续的再宣导一下 因为刚开始的第一天跟第二天 有些家长可能还不太适应 早安 小家长 五人国小校长杨志清 老师一早就到校门口 迎接学生之外 市议员吴华佳也到现场了解 浩志登运作情形 上坡事实上很多车辆它是必须会加速前进的 所以都要透过人工眼睛去看一下车辆比较减少的时候 来去主动的做管控 那事实上这样会造成比较多的安全上的疑虑 那现在有红绿灯之后 自然就会受到耗制的管控 那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 会停下来的一个机制 回顾了学生 还有家长和同学的一个安全 在这个五轮国小跟五轮国中的这一代学区 在民国110年的时候 蔡世英立委服务处还在当执行秘书的时候呢 就已经来五轮国小前面办理过会刊 那主要呢就是为了这个社区发展越来越多 然后人口增加的部分 希望可以来增设这个红绿灯号制 以及我们的人行步道的重新的改善 那希望可以保障学童以及社区居民的安全 那终于呢在这个我们持续的推动之下 终于在今年的暑假前就把这个红绿灯装设好也启用了 新色的号制灯正式启用 让学童过马路更安全 不过校门口家长接送区 经常被停放车辆占用 加上人行道太窄 又有路灯等障碍物 让学生走起来觉得卡卡的 现在我们在这个五轮国小的家长接送区 那现在暂时是以这个黄线化设 家长接送区的部分 但是也可以看到就是接送的车辆蛮多的 然后目前可能前一晚停在这边还没移开 车子也蛮多 所以造成就是现在这边大量的车流 也大家都必须要互相闪避 那有蛮危险的交通状况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通学步道改善 把家长接送区的实际使用需求 一并考量规划进去之后呢 在整个计划执行之后 可以来改善这个问题 市议员吴华家承诺 下一个阶段将争取通学步道环境改善 让家长学童上学行走 更安全更有保障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昨天在国门广场举办的国民体育日圆游会 活动结合了趣味体能测试 和流汗排毒的闯关游戏 让参与者在欢热中体验运动的热趣 结合趣味体势呢 及流汗排毒的闯关游戏 让大小朋友玩得超开心 我感觉很好 有这个成就感 很棒很棒 在国门广场登场的国民体育日活动 闯关的关卡超多又有趣 连市长谢国良都忍不住下来挑战 闯关游戏 最是要让我们这些 没有参加过球球的朋友来体验一下 我们以九宫格过球门为准 让大家九宫格里得到分手的一个喜悦的感觉 还有跟着恰恰律动的拉丁体验 还有绝不能把球掉下来的平衡感考验 我们楼梯球 这一关是考验我们的柔软度跟平衡感 每一个关卡都趣味十足 就是鼓励大小朋友要奏出来火落筋骨运动排毒 九月是我们教育部明定的国民体育夜 今天是九月要开始的国民体育日 我们在这地方有办很多的活动 包括国力健康舞 能力球 太极钱 宜家 球球 还有我们游泳运动 有20项的体育活动 希望所有的市民来参加 而且还有闯关 只要闯关过的话 我们送一个精美的纪念品 大家来运动 真体会健康 迎接国民体育月的第一天 融入趣味的体能挑战关卡 让大小朋友多乐金骨还可以拿里窝 开幕式现场热闹非凡 跟温度一样 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你们这样子在太阳下真的很辛苦 那我们一起努力 让我们基隆变得体育更好 我们今天要发言简短 谢谢大家 谢谢 多冬多冬 爱多冬 爱多就爱冬 所以沛翔在这边也会尽力 全力来协助我们 市政府来去把我们这个运动 喜欢运动的风气 透过不同种类的运动 来把它发扬光大 让我们基隆市的 我们所有市民们 可以更热爱运动 更健康 爱运动更健康 9月7号礼拜六登场的 全国健走活动 在外木山登场 欢迎市民好朋友 西家代卷 加入运动行列 9月7号 欢迎大家来健走 记者蔡小军 吉隆报道 你是否厌倦了大都市的喧香与污染 渴望一个小而美的城市生活呢 每类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七阶楼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32万元以上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赴美学的干净城市 捕捉城市中的细腻之美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喂 苏西啊 你怎么还没到嘛 我们三缺一了 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点 蛤 引法据点是什么 基隆市引法人才服务据点 提供多元化服务项目 包含求职登记 特别化咨询 履历见诊及就业媒合 就业前准备课程 交流研讨会 真才活动 职场体验等各项活动哦 引法活动 世代共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快速通过 有先离当新人的那种感觉 冰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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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你被挡住了 我来把它翻开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会担心像刚刚的许悦一样 想要进出的时候 结果都被盆栽都挡住了吗 我们7月1号开始 有一个盆栽整结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 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 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 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支撑蚊虫 不制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结哦 从中国来移民到我们台湾 然后非常创业超过20年 其实非常诚恳实在 在做生意而且也懂得回馈社会 然后照顾我们的一些弱势民众 其实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跟他们有一起在共同参与 非常感动 确实把我们在这个台湾精神发挥得非常好 也很谢谢他们这样的长期的对我们的支持 基隆有宝物猎人 艺术家找寻的宝石在哪里啊 原自台湾的古老染色艺术 究竟是什么呢 基隆为节目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味道 9月7号全国万人大镜头 我们目前啊已经重复到了 6台山羊机车 60台的变速脚踏车 大大小小700样的摩彩饼 欢迎前世的市民 大家一起来镜头 9月7号 欢迎大家来镜头 耶 南银正面迎战罢免金融市长谢国良案 昨天中广前董事长赵寿康 再度来到基隆声援谢国良 前中广董事长也是战斗兰发起人 赵绍康和市长谢国良 以及市议员曾继妍 莲恩典余三发等人 一起享用中三路上 著名的两粒馄饨大王 小吃店的馄饨和干面 同时也用基隆特有的马路酱 拌面或沾小菜吃 市长谢国良说 他小时候已经过世的父亲 就经常带他们两兄弟和朋友 来这里吃馄饨和干面 谢谢市长 我们是加油 谢谢市长 谢国良也带着赵绍康等人 一路从中三路经火车站南站 往市区方向走访参观 沿路受到许多支持民众 热情加油打气 一群人更进到护国城隍庙 上乡拜拜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赵绍康也在神明面前鼓励谢国良 面对恶意的罢免 是对谢国良的考验和试炼勇敢面对 我相信基隆市民眼睛是清楚的 眼睛是雪亮的 你看得出来谁是好市场 谁是不好的市场 谁为互产而努力 当然我刚刚在走的时候 我也觉得对国良也好 一方面这是一种考验 一方面趁这个机会 让他更体会民众的需要 更加强好好治理基隆的这样的决心 其实上天只有他的意思 只有他的旨意 都是好的 那经过这一次克服了这个难关以后 我相信谢国良 谢市长一定能够更成熟 更坚毅 更勇敢 更为了基隆市民往前冲 所以今天在护国城隍庙 我一方面参拜 也希望天上的生命能够保护 保护基隆 保护谢市长 祝大家 谢谢 庙方也特地准备蛋糕 帮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庆生 谢国良和赵少康走到东岸生产时 和立委林沛祥以及议员郭美秀等人会合 也立刻受到在场仁爱区里长们的大声加油 赵少康和谢国良以及林沛祥都强调 东岸双场产权争议 司法已经判给市政府四连胜 根本没有罢免的正当性 呼吁大家10月13号 一定要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大家都知道赵少康董事长 是在基隆出身长大 那边改看板也可以看得到 这次的好远道 那我们非常谢谢他再度地回到他的故乡 来帮国良来继续地议议 未来还有六个礼拜的时间 好 加深一点 未来还有六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要继续地努力来推广 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 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 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那非常谢谢赵少康董事长 跟所有好朋友今天的立礼 国良也会对未来的这个选举投票 在各位的加持之下 越来的会越有信心 所以就可以看出来大陆公司的行径 一方面自己去跟Tunet签一个座二房东签约 一方面呢又低报收入 想要规避这个权利金 然后呢 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去送红包将近两百万啦 给市政府的官员 那明镜 就是说这个 我看这个林佑昌或是他们的那个发言人蛮好笑的 前发言人 他说这个事情谢国良应该道歉 那为什么谢国良应该道歉呢 因为这个记政啊 跟这个临死人员啊 是张通融市长时代用的 我去仔细查了一下 张通融已经离职了八年以后 才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材料算在张通融身上吗 有这种道理吗 那当然是随市市长 同样的人为什么在张通融时代没有犯规没有舞弊 到了你林佑昌时代就舞弊就官商勾结了 这是谁的责任呢 这道理很简单嘛 这样子哦 可以拗说 要谢国良要国民党道歉 这笑死呢 我当时看到这个行为我简直话都说不出来 我说天下有这样的事情 有这样的道理 就跟同样的要罢免谢国良一样嘛 谢国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对不对 替基隆市民护市场这有错吗 那说好他采取的行动比较强制 那否则要怎样呢 否则你会自动搬家吗 你到现在也没搬啊 对不对 那要怎样呢 所以10月13号拜托大家站出来 从这张不同意罢免票 不同意罢免票 所以让大家知道出 我们不能姑息霸凌者继续嚣张 谢国良是基隆市市长 所以他必须要代表基隆市 保护基隆市的形象 但是不见得说外地人来基隆 可以欺负他 对不对 对 另外虽然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深陷司法风波 但是赵烧康和谢国良都强调 国民党和民众党会继续蓝白合作 现在也不是都听柯文哲 我看那些黄波昌有他真的主意 主张张旗还有自己的看法 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看法 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 我对民众党这八个立委是有信心的 我觉得就算没有柯文哲 他们在立法院也可以形成一股 这个相当的力量 是蛮重要的一个政党 所以我觉得蓝白还是要合的 因为不合 对国民党来讲可能不过半 对民众党来讲 那八个习立委也成不了什么事情 对于国民党的公众党来说 他们也是彼此都有需要好好的合作 在国会认证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柯文哲的主席 就是刚才过去说过 他是我们一个敬重的长辈 那我想在尊重司法检调的调查之下 我们也是支持他 要来提力捍卫自己的青睐 那我想未来我们 昨天大家也都看到了 张琪海委员其实有到基隆来 针对六点工业园区的产会发展 在经济委员会给我们海大的援助 非常有利益的参加 所以未来我们跟民众党来合作 所以如同刚刚赵少康 董事长对国人的建议 就是我们不会间断 南白也会继续合作 谢谢 市场市场市场 加油加油加油 记者吴俊松 丁克宇采访报导 前总统马英九第三度来到基隆 澳洲民众支持基隆市长谢国良 挺过罢免案 前总统马英九九月一号傍晚 专程第三度到基隆力挺市长谢国良 并且和前议长蔡旺莲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张耿辉 莲恩典和郭美秀 以及郑凯玲等人 一起走访七度区百福社区的黄昏市场 受到民众热情欢迎 拿着反罢免扇子抢签名的以及抢拍照的都有 马前总统也跟好几家摊商购买不同的食品 让摊商们好开心 马前总统自己也逛得很高兴 而这趟走访行程最主要的还是呼吁大家 10月13号一定要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力挺保护市场 东岸商场已经五年胜的市长谢国良 并且三度和谢国良来个胜利之握 为谢国良加油打气 反恶霸提三条 我想大家现在市民都看得越来越清楚 那在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还是感谢马总统继续的来帮忙我 那这不可以是最后一次 拜登马总统持续的来帮忙国良 我想我们的支持度才会有机会持续的攀升 所以民进党发起罢免谢国良市场 纯粹是为了转移外界对郑文燦大贪欧案的焦点 对不对 那个事情很严重啊 我也很遗憾 他也是我们台大学的地 请大家千万不要上美金党的当 只要大家不上当 美金党转移交点的计谋就不会成功 对不对 对 那表示他就失败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要再次的呼吁基隆乡亲 支持这个青年国良反对恶性罢免 所以13号拜托各位一定要记得去投票 最后更专程到服务街上享用 也力推著名的风神百斩鸡餐馆的土鸡肉和各项小吃 马前总统更应老板的邀请在墙壁上签名 并且写下近月远来高棚满座 称赞店家的各项菜色 实在好吃 推荐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 来 风神百斩鸡赞不赞 赞不赞 谢国良赞不赞 马中龙赞不赞 好 谢谢 记者吴俊松 许玉龙采访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管辖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码头工人蜜语打鸟是什么呢 基隆为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法 体验基隆的味道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投资标股 迈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后跟的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赚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报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我还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过打 一的五反诈骗专线查询